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大權在握的事實上 根本不是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而是在於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呢 透過所謂的小組領導政治的方式 比如說什麼中央改革深化啊 這個我們講的財經的這個領導小組啊 早就已經把李強變成一個空殼者 欸巧的是我們台灣最近也在搞這種委員會 三大委員會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不管 李強他說了什麼 他說哎 中國經濟啊不能下猛藥啊 我們現在就像大病剛好啊 我們需要這個慢慢的調養生息啊 結果果不其然李強講完這句話 話音剛落之後 然後呢 就沒有然後了 沒有然後了 就在網路上完全被封殺 這次消息出不來 李強也被封殺 馬上再被打到小房間裡面去 因為搞清楚好不好 真的老大不是你啊 是習近平啊 所以他們就在講了 難不成呢現在是在降低什麼 對中共呢改善經濟的期待 因為很顯然的 如果說你沒打算 按照合理的方法去操作 那顯而易見的 中國面對到的經濟 只會是排山倒海的持續崩盤 那外頭有沒有 零零嘻嘻的 沒什麼人 然後這個女店員甚至講得很清楚說 我說我們不努力啊 就外面都沒人啊 你要我們怎麼努力啊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商店會幹嘛 叫店員沒客人 都會出去外面拉客 我們可以拉客 來來來來 我們裡面是在做推銷 我們連做促銷趕快進來 問題是你出去外面之後 全部就空空蕩蕩一遍 你要跟鬼啦 就是講白話就是這樣子嘛 甚至我們講啊 他們以前北京很熱門的區域 三里屯朝陽區都變得怎麼樣 完全大蕭條 因為連過去他們講這種 比較商業區域 甚至是不是CBD 這種核心的這種金融區域 結果你看 空蕩蕩一遍 那你連人都沒得拉 你是要找鬼去推銷嗎 6月15號會是台灣經濟兩岸交流的另外一個分水嶺 134項的ECFA讓利項目從明天開始通通要收回 我就問這會對我們的經濟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而老公你底氣真的夠嗎 處處對台灣伸出關刀伸出你的演樂刀呢 是我們曉得這個海峽論壇的第16屆將在15號舉行 在廈門舉行 那這次呢 他們認為中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可能會釋放出兩個重點的談話 第一個呢 就是一樣老調重談 就是反台獨 但第二個 他們覺得這個呢 是不是在釋放出希望兩岸能夠聯合發展 就是他覺得兩岸啊 未來也可能鼓勵台灣人去前往中國資產啊 投資啊 甚至呢 他要來推廣中國人 台灣人在中國大陸那邊呢 能夠有擁有居留證等等 其實不外乎就是我講的 就是鼓勵台灣人去中國那邊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會提出這樣 為什麼呢 有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現在 可能有著不能說的沉重壓力 那不能說就是面子問題 那希望你台灣來幫忙 希望你台灣能夠挹注一些金流 所以他講的很委婉 叫聯合發展 他們現在到底有多慘 實際的景況是什麼樣呢 好 其實呢 我們要慘與不慘 通常會從房市 股市 車市三個去看 現在還有第四市 叫九市 中國大陸的股王貴州茅台 他前幾天突然中錯 中錯了大概三四%左右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端午節應該貴州茅台的銷量會大增 就沒有 一樣 也是不增反減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我覺得 你不能只是以端午節單一的銷量來看 但是有人說 我是看到他18個月 他的銷量創新低 那你可能會講說 這個茅台是奢侈品 那總不是日常生活 你一定生活用度用得到的 不然去大賣場 誰會到那邊買茅台 大賣場當然就是日常生活 你再辛苦再困苦都要採買的 這個地方總撐得住消費的一些市場 那如果他倒了呢 怎麼撐 報告主持人 我告訴你 來 中國大賣發 中國大賣發 他這個母公司 是這個 阿里巴巴集團 是 他現在 被人家發現 竟然一口氣要關20間 因為他們總共虧了72億 中國大賣發 倒了20千 今年喔 今年就虧了72億 短短一年 抱歉 短短一年虧了72億 到20千 其實你去看 大賣發 在台灣你會覺得大賣發好像不錯 中國大賣發 他跟台灣並不一樣 他是阿里巴巴集團在經營的 他們的 很多的賣場 沒有轉型 那沒有轉型的導致沒有人想去 為什麼 當中國人民他的口袋 沒有像以前那麼深的時候 他以前可以遍地開花 看到哪買到哪 現在他會選擇性了 所以你 中國大賣發 必須要轉型 你才有可能挽救 你這20家同時關掉的一個困境 好 中國你讓我們一路看到不同的視角 代表什麼 中國人民現在開始在 越來越省 攒著腰帶褲帶過日子 那公平正義就更重要 習近平不是在打攤嗎 對 那些攤官通通要抓出來 觀眾朋友你看到這一篇報導 這是美國的華盛頓時報 這麼大的標題 直接點名查攤府漏了這個最大咖 他們居然點名是習近平 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說你華盛頓時報 你不是在這個時候挑起 中美最敏感的神經嗎 中美關係線已經形同水火了 就華盛頓時報這時候竟然講說 你知道其實 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貪腐問題呢 他說你們漏了一個大咖 他竟然講習近平 你這劇本實在是太驚悚了 他怎麼說呢 我大概稍微講一下這個華盛頓時報內容 他說習近平可能七億美元隱藏 藏在一些什麼親屬名下 看一下華盛頓時報的這個內容 他說他的親屬包括他的妻子啦 包括他的女兒 還有包括他的姊姊 還有包括他的姊夫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姊姊姊夫的兒女們 如果華盛頓時報你這麼說 你的證據到底是哪來的 那如果你很有底氣 你認為你講的是真的 那會讓人家覺得很驚悚 這是在哪裡 就是如果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狀況 不如以往 甚至都已經開出要兩岸 一起來聯合發展這樣子的一個條件的時候 這時候出現這樣的事情 你要底層的人民做何感想 我們來關注中國經濟好或者是麻煩大 你看一件事情 今年的金價創下了歷史新高 中國民眾瘋搶黃金 沒想到搶成了國安問題了 先是一對退休老夫妻 在國營企業的金氏店 托管十公斤黃金 居然放到丟了上千萬的老本 你不要以為這是個案 有多家的國企名店相繼爆雷 上億元托管的黃金 通通人間蒸發 怎麼有這種事情呢 更不要講那些口袋浅的年輕人 去買那個黃金小痘痘有沒有 網路的電商也相繼落跑 導電 炒房房倒 炒黃金金跑 中國經濟遇到了什麼大麻煩了 是啊 現在我們都知道 只要講到黃金飆漲 因為第一個會想到什麼中國大媽 就現在已經不只是中國大媽 連中國小妞都跳起來 開始搶黃金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一波的金價 金金漲漲 現在每盎司的行情 已經來到2265美元 這已經創架歷史新高 但是你要知道 他們現在預估 12月已經漲了14% 但今年有可能來到2500美元 那真的是天價之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的購買力其實來自中國 中國2023年 中國央行就買了超過225公噸的黃金 全球第一 是近50年來的一個新高 那很多人我們就講到說 那個中國黃金一定都是中國大媽大媽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不只是大媽的問題了 現在連年輕族群也跳下來買 那你想說年輕族群高級 剛剛有那麼多 他們中國非常厲害 創造一個東西叫金豆 那金豆是什麼呢 它的重量最小可以到1公克 甚至是0.1公克 你就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好像一個小豆子一樣 是金色小豆子 他說這個金豆 就是每公克大概是600人民幣 就這樣一個一個減 然後年輕人可以一個禮拜買 一個月買一個 一個半月買一個 然後就把它放在你看到這個玻璃罐裡面 其實擺著也挺好看的 所以他們就流行講了一句話 載錢不如載金豆 那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可是你知道嗎 May God就在哪裡 May God就在這個金豆 它雖然感覺上入門門檻低 但是品質稱之不齊 所以現在25到35歲族群 主要就是買金豆的一個消費者 然後現在甚至有電商平台 上了一個叫做買金豆管道 它上面還推出一堆的一個優惠活動 包括 其實你買到一定的量之後 我就可以給你兌換相關的一個 包括每公克的手續費 打4到6折 還有每50公克 可以送你1.05公克的一個金豆 然後等於跟人講說還不錯 入門檻天又載錢 我就存了一個 結果後來真的要拿去 變成是打造成項鍊的時候才發現 裡面有銅有鐵有心 天啊等一下 你看這些年輕人生活過不好 怕通膨 然後買黃金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資產 沒有想到居然被養套殺 養套殺 你說你看起來金豆看起來 但是我跟你講 裡面大概是成分有一半是金子 就要偷笑 所以後來人家現在想說 這是太過分了 連種小韭菜連種野哥 我跟你講 他們說現在很多電商平台 這種買金豆都已經倒了 而且他們一開始就講得很好聽 就說你這個棒子怎麼不好 你會遺失怎麼樣 我幫你保管 結果後來發現他倒了之後 你錢繳了 但是金豆沒拿到 或者是說你拿到金豆都是假的 那或者是說他跟你講說 你有優惠券 現在也找不到人來對這個優惠券了 所以呢這個年輕族群被割韭菜 割得真是嘻嘻嘻 另外一個部分 你不要說年輕族群 連投資黃金已久的大媽 退休族群也要被割韭菜 他們不是老江湖嗎 怎麼會在這一波金價上高點的時候 被割韭菜咧 對這個其實 而且我跟你講 它還不是名不見金賺的 一個電商平台 它是在央企 是在國企裡面的一個店面來買 包括像央企的中國黃金 還有國企的山東黃金 他們其實過往都有推出一些服務 就是你來買我的金子 我可以幫你放在我的保險箱裡面 這樣子你也不會糟小偷 又一減二公 保值又不用在你空間 我還可以幫你保管 多好 所以就有一對老夫妻 她在山東 然後他們就透過這個平台 都開始買 她從2012年開始買 結果後來她從2012年 買到2023年 她甚至把房子賣掉了 都下去買黃金 而且心裡想說 黃金經濟漲 我的資產不斷地在增加 所以她總共買了10公斤的黃金 這10公斤的黃金 如果你現在市值來算的話 73萬美金 兩三千萬台幣也是怕死人 結果你後來發現什麼事 你知道嗎 那間店關了 關了之後 怎麼那我的黃金 我10公斤的黃金 你怎麼可以關了 我托管給你 你還是央企旗下的 對 你是國家保證 結果你知道她說什麼 中國黃金總電 總公司她說 沒有你買的那一家是加盟店 我們對加盟店 向來不開放所謂的托管服務 所以你要找她 我可以問那家加盟店 什麼時候把你的黃金還給你 這太誇張了吧 人家說都已經是國企了 都是央企了 怎麼可能還有加盟店 所以顯然 就是他們店裡 應該有人已經就是 把它給暗扛 或是已經移走了 挪用這個客戶儲存的這個黃金 結果現在公司 不願意裏便 面臨到現在沒有辦法 所以這些老夫妻 真的是投資血本無歸 我覺得這次麻煩大了耶 今天搶黃金是為了保值 是為了抗通膨 就算搶出了國安問題 接二連三還沒完 喝杯水緩一緩 喝杯茶緩一緩 不 茶葉都有事 現在中國官方把這個 眼月彎刀直接砍向了茶葉 茶葉怎麼了嗎 是 我跟你講 這一首真的非常厲害 還有張家界的農民 他們炒茶雞 我們都知道 你只要去陽明山 你稍微看一下 其實都有那種炒茶雞 烘焙機 竟然被貼上封條耶 你想到說為什麼這樣炒茶 我是農家 我是茶農 我種茶 我拿來炒茶 你瘋幹嘛呢 結果他竟然說 沒有喔 你是那個茶農 但是你沒有炒茶證 炒茶證 對 你要有那個證件 你才能進行這樣烘焙 或炒茶的動作 所以我們為了品質控管 我們擔心你的茶 會有相關的問題 你要不然就把你所有 摘下來的茶 全部統一到我們官方 這邊的炒茶 我們統一幫你炒 或者是你直接 就把你的生茶賣給我 我來進行後面服務 所以等於是政府 要跳下來做莊 你連這個小農家這些 他用低價收購你 然後自己炒完茶之後 在高價出售兩頭賺 所以導致消費者也麻煩 然後最重要的是 茶農真的就是血本無歸 所以你就知道 真的是不給人民一條活路 你剛剛講到了這個說 跟茶農去搶這種 利潤炒茶的利潤 你可能會覺得 有必要這樣嗎 原來利潤要搶 背後水更深 因為他們正在進行一個 極為嚴厲的控管 茶葉怎麼了嗎 是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現在茶葉也被他們認為 是一個缺席 未來可能會缺席的產品 所以政府拿到多數之後 價格高高低低 就變成是 我喊價 我說了算 就變成是我說了算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如果是有普爾茶這一種的 事實上它還容易變成是 就所謂的一個 資金要外逃的一個 洗錢 洗錢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那它現在洗錢是怎麼樣 他們就講到說 譬如說以普爾茶 我們就用普爾茶來講 它長期儲存 那價格可以隨著年限 比如說二、三十年 老茶什麼的 然後一餅多少 嚇死人 你現在看到畫面 這個一餅 一餅竟然說 這個36萬人民幣 你沒有聽錯 一餅就是36萬人民幣 兩、三百萬台幣 都可以買一輛寶馬了 結果他說 曾經有人 花了280 你看到畫面上 你看到288萬人民幣 買下這六、七餅 八餅 八餅的茶葉 這個就是 他們號稱白茶 是普爾的一種品種 買下這個八餅的茶葉 整共288萬人民幣 然後他就說 到時候他會增值 十年、二十年之後 他就會五倍、十倍、十幾倍 就開始增值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你不要看這個 七個就一提茶餅 一提就是七個 七個我跟你講 你以後五年之後 就可以拿去買廣州一套房 所以你就會心裡想說 那這樣子很好攜帶 所以我問你 如果我是個中國的有錢人 我現在故意要把錢擠出去 我就說我帶的是個茶葉 到國外去送人 但事實上我就透過這種方式 然後就進行相關的洗錢 然後一餅就是一部的BMW 換句話說 你要洗的錢越多 你就瞞天喊 把它喊得越高 越容易洗出去了 是 然後我跟你說 那你想說茶葉是沒有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行情 我跟你講那不重要 其實重點是什麼 這種就是有權勢的人 我跟你說多少就多少 所以全部其實都已經套好了 故意就是透這種手段 它只是一個工具 重點就是 你講難聽點 你就是用一個印度的茶 我告訴你 我如果是有權勢 我就跟你說 這個要換25萬人民幣 你就是會把錢吐出來 因為你一定是有相關的管道 才能進行到這樣 所以訊息一下你就知道 這個茶已經不是拿來喝的 是拿來交易的 所以他們叫做金融茶 像炒股一樣 都可以開始炒作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去年9月 廣中有一家叫 昌氏茶的這家公司 它本來就說 我這一餅茶多少錢 4.1萬人民幣 我告訴你短短時間 它就會飆到5 6萬 甚至高達7萬 你想說真的還假的 短短幾個月 它真的就有人用7萬去賣出去了 所以它就形成說 哇 這真的可以交易 它真的是金融茶 所以這可以 它是個投資的商品 就開始越來多人買 越來多人買 結果短短的兩個月之後 真的從4.1萬炒到7萬 結果更多人跳起來買之後 半年 一年之後 現在這家公司 整個結束營業 大家滿手了這個茶 現在已經找不到人繼續來承煎 所以一夕之間崩盤 7.1萬 竟然到最後只剩下幾百塊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業者欺欺欺 高達5億人命 被這隻嚇死人了 不少家長因為聽到了這些話 會想說怎麼兩岸走到了這個死節 遇風來告訴我們 2024會是兩岸對撞擦槍走火的一年嗎 要當心喔 中國現在是不是急需等待一場衝突 去轉移它內部即將要炸過的明月 兩把火帶你來看 現在正在兩會 你知道火燒在哪裡嗎 太敏感了 居然是中國的公安廳大樓 其實沒想到 隔沒多久 市政府大樓也發生了爆炸 有人出來認了 說就是因為要求懲戒貪官 兩把火代表了民怨 兩把火代表了背後的冰山一角 是多看不到的 水面下的七 十分之七的冰山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陸現在是在兩會期間 在這個非常敏感 極度敏感的時候 竟然江蘇這個地方 兩個地方被炸了 這兩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一個是市政府 一個是公安廳 公安廳就是類似我們的警察局 竟然就被炸了 但是呢官方沒有任何的說法 然後呢他們的媒體都沒有 但是你看 畫面清清楚楚 X是什麼 就是以前的推特 很多的人拍到了 因為它的高樓層 哎 都已經拍到了啊 這個在任何一個國家跟城市 都是天大地大的事 更不要在兩會期間 高度維穩之下的中國 過沒多久 有一個人就直接說了 來 市政府是我炸的 我要求懲貪官 還我工廠私宅等不平等待遇 然後他說正在等待自首 很多人就想說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去查了 還有這個講說 他是一個工廠的一個老闆 然後呢是一間公司的代表 叫袁建宏 去查了他們的商業登記 果然也是信員 然後現在有個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呢 因為當初很多很多的企業 被要求追稅 弄出來之後呢 你繳不出錢來 最後整個廠被拿走 那會不會真的是 民怨整個都已經燒到 最後要來炸市政府 要來炸公安廳 所以人民不爽的是 我日子都過不好了 經濟你都搞不定了 你還對我剪羊毛 回過頭來我們來探討 2024青龍年 中國大陸的經濟是怎麼樣 讓人捏好幾把冷汗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中國大陸的 很大很大的這些房企 一個一個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呢 你聲不見底 你看他一路往下 但是呢兩會期間 總理李強宣布一件事情 今年的GDP 要拼成長5% 大家就在講說 你能夠撐住的了不起啊 你不要往下走就好 你5% 那5%大家就是問了 大陸的網民想說 好啊你有說法 那你給我一個做法 你5%要怎麼拼 現在拼不上來啊 然後呢現在來講 他們還有做一個類似他們的政績 他說不用擔心 這些養老金要提高了 提高多少錢 20塊人民幣 20塊人民幣折台幣 88塊 網友更炸 你好意思拿出來當政績啊 一個月88塊 搞不好一個便當都不夠了 你這樣子是不是 要打發乞丐 那這個東西一直告訴大家 過緊日子 什麼叫過緊日子 勒緊腰帶 那你這樣子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個GDP推到5%呢 好就是論事 有沒有這樣的基本面 有這麼樂觀的需求 5%真的辦不到嗎 你就過去看看 對 2023年你有多少底氣 你再來期待2024吧 對2023年 它的人均國民所得 所謂的GNI 是39萬7 這樣去年下降0.1%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不要看說不到1%應該還好 你知道嗎 這種GNI是要一路往上一路往上 為什麼 因為全球各地都在通膨 所以資產的價格是往上的 對 所以你不但沒有Hold住 你還往下 這是29年來首次一個減少 你現在看過去來講 麥當勞 退出一個什麼 只需要10塊錢 這10塊錢可以有什麼東西 其實蠻豐盛喔 還有兩塊肉 兩塊牛肉 還有兩個香腸 所以說這東西只要10塊錢 可是網友就說 這東西其實算什麼 窮鬼套餐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買不起更高的東西 都沒辦法吃更好的套餐 所以10塊錢 折合台幣大陸 44塊 只要44塊 你可以吃上雙牛肉堡 那這個東西搶到什麼情況 搶到實體店面 攤了 就是這個畫面 大家吵架 很多網友就說 都已經開放 改革開放幾年了 還要為了這個 10塊錢的人民幣漢堡 去搶架嗎 現在兩元麵包 現烤才好吃 以前大家覺得說 兩元麵包會不會 兩元才10塊 會不會 你的原料有問題 現在直接都搶的 現烤出來說 大排長龍 有些人一次拿出來說 三四十個 為什麼呢 很多的學生 他說現在找不到工作 那我今天來排隊 排了半個半天 拿到我一次買40個 為什麼 我這40個要吃一個禮拜 為了就是什麼 至少你生活 要過得下去 年輕人還有夢想 還有做夢的勇氣嗎 幾天前我們聊過 哪裡人最多 拜拜的地方 人最多對不對 現在這個地方人多起來了 買一個夢 買一個彩券 買一個中獎的渴望啊 對現在的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他們有一個五步啊 不買房 不買車 不結婚 不昇華 不消費 他掙扎求生 因為他找不到工作 然後呢他也看不到未來 所以他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買不起這些東西 買房買車都不可能 那我買彩券 我的工資一點點 我買彩券 買彩券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一個夢 為什麼我需要這個夢 因為現實 我看不到隧道的鏡頭 我找不到一個光 所以過去來講 每一個國家 什麼時候彩券最好的時候 你去看他的經濟往下行的時候 因為大家看不到未來 不願意投資 不願意消費 那只好去買一個彩券 看能不能夠有機會來翻身 剛剛我們聽到將軍說 大膽二膽上面 不是有一個提那個杯 叫做回頭是岸 要離開中國的人 看一看 對 越來越多人看到這個杯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看這些人都是中國大陸的人民 他們叫做什麼 叫做走線 這個走線你要花多少錢 要花700塊的人民幣 找到人蛇幫你帶出去 然後呢 這有人去訪問 他就說呢 我們一群人出來之後呢 剩我一個 然後那記者說那其他的人 他說死了 你要走線有多複雜 你要走中國 然後跑去泰國 然後呢一路搭船 然後最後走中南美洲 美越邊境 他們很多時候啊 遇到人家攔檢的時候呢 把你丟下去 就直接丟到河流裡面去 然後呢最後這一個人 他是沒有選擇 那怎麼辦呢 走這個森林 這個雨林 有人被毒蛇咬了 然後最後就只剩他一個人 然後他就說你這個規模 這麼多 然後呢這麼危險你為什麼呢 他就說因為看不到希望了 他不是什麼貪官污吏喔 他只是在家鄉開一個小店 做燒烤的 欸燒烤的為什麼要走線 要這麼危險 因為他說電倒啦 我一口放都吃不上了 我只好把所有的家當給弄下去 然後記者就問他說 可是你想想看 你這樣子繞著地球跑 然後走美墨邊線 然後呢還有雨林 又有這個毒蛇猛獸 那又有人死掉 他就說我寧願死在這裡 反正我要的就是一個希望 賭一個夢想 賭一個希望 將軍您剛剛提到的回頭是岸 他們永遠不回頭了嗎 真的有本事的 都想方設法要潤出去啦 兩個我在金門親身經歷的 碰到的事情 第一個 你看到那個金門的海岸 有很多那種鬼條材啊 就是那一根一根 刺向海岸的那個鬼條材 其實鬼條材的旁邊 都是鋪的地雷 都是鋪的地雷 我們曾經有一些 我自己的同學 就有被地雷大死過的都有 但是你知道他們 人到窮到什麼時候 窮到他為了要那個鬼條材 他去割那個鬼條材 那是鋼的 割了以後 鋸亂以後拿回去賣 我們不能拿他 沒有皮條 因為那是地雷 我們也不敢進去抓他 也不敢去驅趕他 那是在鬼條材 在海邊布的 所以他不會去割那個鬼條材 拿回去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知道 那個時候他們走私到金門 就是那雷區裡面 他可以走出一條路出來 走出一條路 他不怕被炸死 他有辦法這樣子走出一條安全的路 就是那可能前鋪後鋪 不知道已經死了多少人 後來有一條路 他們走出來 就這條路已經是沒有地雷了 第三個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親自碰到了 我剛剛講 大丹島有一塊 有一塊牆上面寫著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然後替對岸帶來很多的商機 他們要到那邊去觀光 但是你知道他們管制得很嚴 那條船出來的時候 廈門那邊的資本部規定他 你上條 你這條船 觀光客譬如帶兩百個 那你就兩百個人一定要帶回來 你不能中間有人跑掉 跳船 對 就是跳船 就不能有人跑掉 如果說跑掉的話 你這條船 我就不准你再出海 就有一次我們就看到 有一個觀光客 他離我們這塊大丹島很近的時候 他砰一個就跳下來了 就準備要游泳過來了 你知道那船家 那對船家傷害很大 船家他會被禁逐好幾個月 不准再開船 這船家做什麼動作 怎麼追 怎麼追 他不是追 他拿捕魚的那個鉤子 丟到海裡 就把那個人直接刺磚 直接勾回去 直接勾上船 這麼殘忍啊 我們那時候島上的阿兵哥 看到那種一幕 大家都那種欣欣膽笑 怎麼這麼不忍道 他就一勾就把船開回去了 就拖在那個船旁邊 把船開回去了 他沒上船弦 就直接把他拖回去了 對啊 就直接拖回去了 就是勾大魚的那種勾子 你直接勾到 就直接勾回去 必須要講 我們台灣在這邊 還是有什麼人權啊幹什麼 但他們那邊你可以感受到 第一個就是說 人窮的時候 可以連命都不要 就像到美國去走私這個樣子 可以命可以不要 但是我要活下去 活下去比命還重要 我人生的希望 比這些都還重要 我寧可為了求生存 我可以不擇手段 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這個也是 最近這一年大陸很明顯看到他 不管在經濟上的通縮 或者是說房地產的崩盤 外資的出走 所以說後續以後 會不會再發生類似這種 這個不幸的事情 其實有待大陸這次兩會 有沒有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全世界都在熱議 越南這位美艷的女富豪 她是越南最有錢的女人 但昨天在庭上 她被法官宣判死刑 到底犯下了什麼滔天大罪 非得賠上這條命 她到底是誰 我們追下去 赫然發現李嘉誠的名字 居然跟她綁在一起 原來這名被判死的女首富 正是李嘉誠 800億美元投資 越南的最重要的領路人 今天我們就為您揭秘 李嘉誠加速脫中入月的最後秘辛 最近越南有一則大消息 越南的女首富地產商萬聖發集團的一個創辦人 她叫張美蘭 想不到涉及在2012年到2022年之間 居然控制了西貢的商業銀行 而且這當中做了什麼呢 她前前後後成立了好幾千家的空殼公司 總共向越南的銀行系統 榨帶了440億的美元 折合台幣是一兆4200億元 那很多人可能會說 這個張美蘭是何許人也啊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因為我跟她吃過一次半 她真的是非常的長袖善舞 會說中文、會說廣東話、會說越南文 還會說英文 而且場面化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現在有個麻煩 這其中用了好幾千家 所榨帶出來的金額當中 其中有270億美元的資金 目前是牛頭不對馬嘴 簡單的說不知去向 那不知去向恐怕 恐怕就會非常難以追討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270億的美元相當於多少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這個相當於越南去年GDP的6% 各位就知道了 這真的是一個天文的一個數字 但張美蘭 其實她知道自己該拜已經多久了呢 可以確定非常非常久 為什麼呢 2019年張美蘭做了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 她請她家的司機 開著超級大轎車 一趟路跑到銀行去 她居然提領現金喔 那個提領現金 那個銀行說 你真的要提這麼多嗎 她說 對 駿向客她總共提了40億美元 整整超過2000公斤 兩噸的現金 然後那個大轎車 載到整個都沉下去了喔 大家就說 她到底在幹什麼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喔 她這個時候已經確定有意識要逃了 所以你剛剛描述那個是太有畫面 觀眾朋友 兩頓的現金 結果從這個銀行的金庫裡搬出來 大轎車載到沉下去 下了她的地下道 進到了她家的地下金庫 然後就藏在她家的地下室裡面喔 各位就曉得 這個就差了 所以聽到這個地方 對這個越南女首富我們有輪廓了 但為什麼她的名字會跟李嘉誠綁在一起呢 其實張美蘭一開始在籌措這個所謂的金融大帝國 這個所謂的營建大帝國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幫手是她老公 她老公的名字叫做朱立基 朱立基是一個香港人 本家其實還不錯 他們家專門在做商場的 做商場之後呢 這個朱立基外號就叫越南朱 可是呢經過朱立基跟香港的這些有些人一綁之後 這個張美蘭攀到了一個大金主啦 這個大金主是誰呢 各位就是華人第一把交椅這個叫李嘉誠 那個時候李嘉誠已經開始覺得 中國的經濟開始有點傾斜了 他開始要所謂的出中國到英國去 那時候李嘉誠已經把英國包括了電力 包括了水利 包括了碼頭 包括了銀行幾乎買光光了 可是手上還有錢 這個時候張美蘭就跟他說 你這個時候要看看新的市場跟方向啊 李嘉誠一聽 對 越南這個地方人口接近一個億 海岸線接近2200公里 這個地方胡志明是此時不佔 更待何時俊向各 整個李嘉誠二話不說 800億美金 各位 800億美金直接拿出來了 張美蘭帶著整個李嘉誠手上有800億的一個資金 這個時候可不得了啦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李嘉誠最厲害的各位是什麼 電信建築還有什麼呢 碼頭的一個建設 想不到除了李嘉誠之外 日本商人眼睛是瘦眼睛一亮 他們也要玩 所以呢那時候包括了 常識集團跟日商的一個歐利市 就開始在胡志明市佈局喔 包括了電信業務 包括了貨櫃的一個碼頭 甚至於呢萬聖發直接說了 你們歐利市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歐利市最厲害的是蓋飯店 蓋百貨跟做租人公司 所以那個時候呢他們也開始在越南推出所謂的一個商業中心喔 張美蘭那時候的勢力大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不管是日商也好 不管是港商也好 第一件事情來到這個地方 胡志明市 當然要見見胡志明市的一個老大嘛 所以呢他可以幫整個胡志明市的市長叫出來 那時候他就跟李嘉誠說了 胡志明市目前在中南半島當中 在整個東北方是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你擁有了胡志明市 你未來就能夠控制到整個中南半島 甚至於跨足到整個所謂的一個東南亞 張美蘭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跟港商跟日商 建立起他那個龐大的一個帝國啊 女首富 女首富後面是李嘉誠 李嘉誠的下一步 再再就決定 中國2024年的經濟會更好還是更差 今天有什麼樣的看點呢 目前李嘉誠他做了一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一個看不懂 但李嘉誠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他是市場最大的一個贏家 最近長石集團跟香港港鐵有做了一個建案 這個建案叫做Blue Code 中文叫做港島南岸 這個港島南岸的房子其實也不多 總共422套 這個在整個香港當中算是一個中型的一個 中型的住宅推案 但沒有想到李嘉誠的老方式又出來了 李嘉誠這次出來的一個方式 不要說各位嚇一跳 連我都嚇一跳 他目前這個均價是2.19萬港元每平方尺 我直接換算給各位聽 一坪 台灣的一坪大概台幣30萬 是整個跟政府港鐵建造的旁邊是有捷運 大家一聽 天啊旁邊有捷運又是新房子 比周遭的便宜6千塊的一個港元 各位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422套房 蜂擁而入接近3萬人 2萬8千個人說我也要買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講一個大白話結論就是告訴你 記不記得 在前一陣子我們講到引起了江湖軒然大波的李嘉誠 甩賣他的香港房產 結果呢 現在這個建案再度七折甩賣 這是第二波 沒有錯 目前李嘉誠不只是在把整個香港的一個房地產跟資產拋掉而已 他現在還在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 李嘉誠現在想幹嘛呢 我們先說 長河集團他們旗下在香港總共有7家的上市公司 但旗下有80間海外註冊公司 簡單的說跟台灣紅海一樣 上面有大型的公司 下面有一家一家的投資公司做整個支撐 但過去這些投資在海外的公司 他們有一件事情叫做在港登記 簡單的說 無論是哪邊 香港是我的家 所以我是登記在香港的喔 想不到最近很多的公司 奇怪了 註冊地不見了 他從香港公司變成非香港公司喔 俊翔哥我跟你說關鍵在那邊 其中有46間 集中在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1月 2月份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香港的基本法23條就被改變了 所以現在很簡單的說 整個李嘉誠過去 公司是香港的 現在我不要揍香港了 所以 這麼迅猛的要去香港話 去中國話 李嘉誠下面有多少子公司 孫公司 他那麼害怕被貼上標籤嗎 沒有錯 所以我們來看喔 李嘉誠旗下的合計黃埔呢 他在波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進出口的一個碼頭 叫做格丁尼亞集裝箱碼頭喔 現在波蘭是沿路都在看著你 為什麼呢 過去香港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一個社會 所以各國你香港商來 你是可以來投資的 可是現在香港慢慢的中國化了 所以呢對於整個波蘭來說 波蘭議會就說 我們要確定一下耶 如果那個碼頭是被中國所控制的 那個可是我們關鍵的基礎設施 所以李嘉誠現在趕快跟各位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公司已經不是從香港登記了 我們現在要變成非香港公司 現在簡單的說 李嘉誠的公司也在撤出啊 但是呢我們來看喔 中國有個企業家叫彭倫 他就說過 他說他們跟李嘉誠吃飯的時候 李嘉誠是勢必公親啊 他們說認為 因為第一個 李嘉誠地位很高 年紀也很大了 他們說他們從電梯出來的時候 李嘉誠已經在門口等著他們了 而且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喔 親自發名片 親自握手 這個就跟20年前阿寬去碰到李嘉誠 開會的時候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不打緊喔 他發完名片之後呢 他怕大家有隔閡 為什麼呢 台灣中國全世界的觀念都一樣 長官做大位嘛 旁邊的人做小位 他不是 不管是吃飯也好 不管是拍照也好 俊項哥怎麼做你知道嗎 抽籤 所以呢 每個人抽一個籤 你抽到哪個位置 你就坐哪個位置 臨走的時候 李嘉誠 以他的身份地位 他還起來跟每個人握手 告別 還包括所謂的服務人員 各位就知道 常識集團能夠在整個亞洲世界 建下這麼大的一個工業 其實李嘉誠他的細膩度 他的細緻度 他的眼光 是超乎大家的想像的 外國人看中國 中國人自己看自己 都用同一扇的觀景窗 這什麼呢 就是魔都上海 觀眾朋友 一個財經作家眼中的上海 白領開始代飯上班 商辦大樓閒置免費租用 他寫了上海的十大意象 結果賬號 立刻被封殺 當親中的外資貝萊德 都欺責甩賣上海的商辦 我們就問 上海的繁華還盛開嗎 另外一個地方 天子腳下的北京 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夢幻天幕 讓全北京人抬頭仰望的地方 世界 世貌天街 而疫情以來這短短三年 如今一看 居然淪為時代的眼淚了 沒錯 中國經濟到底怎麼樣來說 我們用現象來看 那現象來看的話 你只要看兩個城市 一個叫做上海 一個叫做北京 兩大都市 如果同時都出現了 拜訓的時候 那當然就告訴你 中國經濟真的不太好 然後我們現在看現象之一 有一位旅居在上海 大概十年的這個財經作家 段玉文 然後他在微博上面 在微信上面分享一些 我今年在上海看到了一些 算是奇怪的這個現象 包括什麼 第一個白領階級開始帶便當 那過去可能白領階級都是 中餐要吃很貴 就沒想到沒有辦法去吃 然後朋友群裡面沒有討論要跳槽 因為大家都想說 保住工作這比較優先 另外就是計程車的這個接單很快 過去的熱門時段 你要叫到計程車 根本不可能 現在都可以叫到計程車 另外就是商辦大樓 免租金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講這麼多的這個 亂象來說 怪象來說 他當然講說上海的經濟 好像不太好 結果沒想到 他只是講這樣子 沒想到他的帳號 馬上就被封鎖 這樣就不行啊 對 你不能夠講出真話 你怎麼可以講真話來呢 你剛剛提到的商辦 他說他觀察到了商辦大樓免租金 你使用者付費哪有那種免租金的 是 那為什麼要免租金 就是說你來就好 我拍給 旁邊可以讓你吃嘛 譬如說 我這裡面還有其他的這個住宅 或是其他的這個商場 可以讓你賣 那為什麼 剛才我講了 為什麼免租金 因為很多這個 目前的商辦都空置啊 那空置的話 那我不如讓你進來的話 增加一點人氣 你看你2023年上海的這個商辦大樓 空置率是21.8 對 那增加了5.1% 對 又不是這10年來的新高 另外租金 租金大概是7.1塊人民幣 這個計價標準是 每一平方公尺每天這個狀況 那大概降了這10年來的新低啊 那麼如果對比以前來說的話 你看 現在的空置率是21.8 對不對 那你看2014年的空置率2.3 差很多時間耶 差了那麼多 那當時2014年的時候 租金是12到15塊 現在是7塊 是 所以它事實上大家都說 繁花已落 從這些數字來說 真的是如此 好 那繁花已落來說的話 我們看 很多的這個外商 這個趙納貝 你跟講一些公司 貝萊德 BlackRock 它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 BlackRock 美國都認為說 你很輕忠 因為它目前只在中國的投資部 還是相當大 甚至全世界都往這個海外跑說 它逆向去投資中國 結果沒想到它就說 我2018年 我那時候為了要表達 我看好中國 我買了一個 12億人民幣的這個上海商辦 結果沒想到 現在那個總面積大概是8400平左右 結果沒想到它現在 我再不溜 恐怕沒辦法賣到一個好的價格 那怎麼辦呢 我就決定了 把當初12億人民幣買下來 用30%的折價把它賣出去 你看 從這個BlackRock 貝萊德它都想要跑 你就知道說 這的確有非常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講的是 上海魔都都出現了這個 魔力不在的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 天子腳下的北京 北京也是一樣 因為北京有一條金融街 它目前為止來 它之前是整個中國管理 這個金融管理的大腦 結果沒想到這個金融街 這個部分來說 它的商辦控制率 也來到了21.7 也是這14年來的這個新高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條金融街 那金融街的租金也是一樣 從過去的每一平方公尺 每天的27塊 降到18塊 就這樣 這也降了非常多 降了三分之一 好 那不是只有這樣 豐榮中心 這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商辦 從24降到12 腰斩 那富凱大廈 從20降到7 而且它這裡面還怎麼樣 他們就說 你賣照你賣照 我這樣子 你租來說 我可以跟你送什麼 訂製的這個金裝修 你要什麼樣裝修 我可以幫你做 那另外一個 我還配全套家具給你 上班都搞到這樣一個程度了 你就知道說其實 這個殺價壓力競爭是相當尬 好 那我們就講一個指標的案例 我相信如果這幾年來 大家有去北京的話 都會去逛一個叫做世貿天街 世貿天街來說 它這裡有什麼不一樣呢 第一個你看 它有非常大的天幕 你看這上面都是螢幕 它是一整條的螢幕 一整條螢幕 所以它當時主打一個就是說 你來這邊來說話 你可以北京向上看 就是說你可以往上看 這個天幕 整條的這個天幕 都有非常多螢幕可以看 你看整條上面都是螢幕這樣 然後有非常多的這個 可以說我們這個商場怎麼樣 怎麼樣的畫面 當初就是這個天幕 當初人山人山 你看這個天幕多長 很長一個天幕 然後它耗資了2.5億人民幣 而且它說我這裡面 不只有辦公室 我還有這個購物中心 你看這個這麼豪華的辦公室 大家一路都想去嘛對不對 那當時也是風靡一死 對 就果然有非常多的辦公室 然後也非常多的這個 做名牌百貨 都到這個地方來 就去講 這個很風風光光 但是現在是不勝唏噓 你看現在人 跟當年的時候人已經很少了 因為白領消失 消費力下降 很多國際平台陸續推出 退出 所以整個北京的這個世貿天階 沒人 而且不只沒人 為什麼你說 不是這個為什麼白領會消失呢 主要因為現在白領 它沒有時間 因為現在有一個 中國有一個新興起的 叫做共享員工 就是白領啊 為什麼過去要吃便當 它為什麼過去要出去吃 它有很多時間可以吃 現在沒有時間 因為它不只現在是 A公司的員工 它也是B公司的員工 所以它變成是說 用共享員工的方式 然後成本可以加降5到10% 但是告訴你 員工的壓力越來越大 錢領的越來越少 我現在看到的一個可怕的一個循環 它發生什麼一個串聯 骨牌效應 第一 你看到了商辦空洞化變蚊子管 企業沒賺投 企業沒賺投 下一張骨牌會是什麼 你錢從銀行借出來 銀行會不會沒搞頭 滿手爛頭寸 換句話說這個風暴 會不會進一步 砰砰砰砰砰砰砰 倒向了銀行 那就傷筋動骨了 沒錯我剛才去講那個 這個所謂算是骨牌效應 就是房地產原本的住房不好 商辦還能撐住 但是現在商辦也不好 那怎麼辦 套給銀行 所以銀行可能變成是下一個重心指標 你看經濟學人都說嘛 數百家的這個銀行的壞帳越堆越多 隨時會變成是爆炸了不定時炸彈 這的確也是 以過去的這個金融業來說 你只要房地產一不好之後 它很容易變成是下一個引爆的炸彈 好那尤其是中國不是不知道 它去年十幾年前成立了四家中央控管的AMC 就是收購不動產的這個算是壞帳 然後把它改一改之後變成好的這個資產拍賣嘛 結果沒想到他們怎麼樣 他們在2016年在1.5兆的這個貸款中間買了一兆 對不對 不良資產買了一兆 但是2022年的三兆中間 他們買不到500億 那是什麼意思呢 表示就AMC的評估來說 現在這個不良資產現在大壞到我都不敢去買 太毒了 對所以你知道事實上這告訴你中國的不良資產相當相當的嚴重 這個禮拜的時候 有一個事情大家看的真的非常傻眼 而且這變成中國網民討論的 為什麼 中國的招商銀行 大家知道中國的招商銀行可是響當當的好銀行 結果沒想到他2023年的時候居然跟員工說 譬如說巨像 你以前有這個獎金 那我現在跟你追討回來 因為你辦的案子 當年已經發現了這個破產的狀況 你當年領的獎金 不好意思給我推回來 還有這樣的入袋幾年了 然後現在就是這樣子開始往回去追 反向追星 那你知道一共追了多少 4329萬人民幣 然後人數大概是4415個人 平均討了大概9800塊人民幣 大家完全就傻眼 就說我幾年前賺了錢 你現在也要把我吐回去 那為什麼招商銀行要這樣做很簡單 第一個 本身銀行的獲利少了 那怎麼辦 就撿這些員工的羊毛 你當初我為什麼跟你納回來 你當初你也犯的錯 用這樣的方式 結果沒想到 現在銀行員就說 真的我們現在很多獎金都被扣住 而且還是被反向的追討 譬如說有銀行員工表示說 我年薪稅錢是30萬 稅錢30萬 如果你除以12的話 一個月也有2萬左右人民幣 他說不好意思 我每個月到手的時候只有6000到7000塊 可是你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 因為在中國來說銀行業還是一個 算是金飯碗 而且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工作 中國銀行的人均 叫2022年的薪資 漲了6.68% 比較好 就是說你看我們六大銀行 這個果然最讚 你看我們中國銀行 果然是響當當的銀行 結果沒想到他年報披露說 我們對2059個人追討獎金 然後總額是2275萬 然後人均大概追回1萬 就是說 我可以發給你多費薪水嗎 那種账面上好看 你看中央政府要有加薪 我有加薪啊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再給你討回來就好 所以這變成是說 你中國銀行都在搞這種事情 你就知道說 這個招商銀行 還有中國銀行都這樣做 大家都說 未來是不是每一家銀行都要這樣做 那只有銀行會這樣做嗎 你一般企業會不會這樣做 有獎金呢 我給你討回來 所以大家就說 這個中國的銀行 開始在討回資金這件事情來說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經濟不好的一個徵兆 一個徵兆 插期27年的日系知名百貨伊士丹 宣布他們只在中國這個地方 營業到6月底 繁花如果還盛開 它為什麼要走 兩年已經關掉56家百貨公司 再多一家 這是多大的警訊 要怎麼穩住經濟的大局呢 今天全球在關注這一場 習近平會見了美國商界大佬 當然用最大力氣要力挽外資投資中國的信心 但外資滿單嗎 是從怎麼解讀今天這場會面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跟外界聯繫 特別是外資 都已經不去投資了 那特別是李強一直說 我要希望這個外資在投資 但是外資不領情 那當然要派出這個大老闆 習近平可能親自要跟外資來談談看 那今天早上的時候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那會見了美國工商界 還有戰略學術界的這個代表 當然跟他們見見面 那當然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來中國放心的投資吧 但問題是怎麼樣 外資不是傻 他不是笨蛋 他當然知道說 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包括說前一陣子的一些 所謂的緊縮的政策 那是目前為止 中國的景氣真的也不太好 我這時候進去給你送暖來說話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好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給他一個指標性的這個公司 那就日本的這個百貨公司 叫伊士丹 他原本在上海梅隆鎮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店 但沒想到他最近宣布說 在6月30號要終止營業 有關門 那因為去年的這個店來說 已經虧了7900萬的台幣 那前年又虧了5600萬台幣 看起來是 每況愈下的這個狀況 那伊士丹為什麼很具指標性 因為他1997年 當時就已經到這個上海南京西路 那一帶的商圈 已經在那邊這個砸根 他已經營運了大概約莫是27年的這個時間 那他目前為止來說 他在中國 原本他還是中國數一數的百貨公司 但是他2022年呢 關閉了這個成都店 那今年4月的時候 天津的兩家店也關門 你看門可羅雀的這個樣子 那下半年來說的話 如果關掉這個上海這家店的話 中國的市場只剩下天津這個 人衡這個店而已 所以那事實上 同伊士丹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的這個經濟不好 而且因為伊士丹所代表的是上海 特別是南京西路的商圈 那時候中國黃金地段中間的 黃金地段居然都出現這樣的這個狀況 繁花盛開的季節 但片裡面演到那個南京西路 多有商機 聽說連一包瓜子殼都能賣 繁花不再盛開了嗎 不然他為什麼要走 對 沒錯 我不知道大概大家去過中國 我去中國第一次去上海的時候 是1996年的時候去的 那時候當然 這個上海那時候 還在這個蓬勃發展之中 那因為上海本來就被稱為 叫做東方巴黎對不對 摩都 那特別是南京西路 南京西路早期就是被叫做 中華的商業一街 那在那個地方 如果這個一般人有早點去的話 它裡面以前這個有非常多的百貨公司 中國早前像是鮮師百貨 鮮鮮大鮮 這些都是很舊的名字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這些百貨公司 那這些百貨公司 當時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特別是後來的 這個地方的梅隆鎮 還有這個中信 因為中信這個太夫 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商圈 然後有橫隆廣 這個地方就組成一個這個 上海百貨公司的所謂金三角 那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過去一段時間 如果你要去這個上海 紮根的話 這個南京西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條路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條南京西路 從上海 然後一路走到外灘 然後旁邊來說 非常多的這個百貨公司 而且人來人往 你要去外灘 你一定要走這條路 才能夠到 所以這條路就原本就是 上海國際品牌駐紮這個地方 那你看 連這個所謂黃金地段都這個樣子 那當然是不行 那尤其是 我們到過去一段時間來 不是只有這個伊斯丹 那很多很多商圈都是這樣 因為中國有非常多的百貨公司都關門了 那這裡面也不罰我們非常知名的 包括說像韓國樂天百貨 那台灣的這個太平洋百貨 還有日本的這個伊藤洋華棠等等 都已經在這個地方都陸陸續續的關門 或者在很多地方成都店 什麼店都陸陸續續收起來 所以告訴你說中國的商場 或是中國的百貨公司 真的面臨到消費不振的這個壓力了 這個是不小的一個景緒 你要知道過去開放改革開放30年40年 印了這麼多 創造了這麼多的經濟榮景 百貨公司絕對是最大顆的引擎之一 當然 當它的消費小紅百貨公司 變成導電槽之外 另外一個觀察的指標就是 屬於雲端比較高檔消費層的精品 精品也撐不住了 當然了 因為我們到事實上 中國已經這幾年是國際精品 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鎮 那這個最幾天的時候 Gucci 這個算是義大利的品牌了 它公布了這個今年第一季的營收 它在較去年衰退大概20% 因為為什麼 因為Gucci大概約莫有這個三分之一 是來自中國 所以也就是中國的經濟消風 對它來講影響非常大 那去年這個Gucci來說的話 它整個營收大概是98.7億歐元 少了6% 那連帶因為Gucci算是 它母公司開運集團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經濟母 連帶死的這個開運集團的股價 出現也出現縮水了90億美金左右的狀況 那當然不是只有Gucci 不是只有開運集團 甚至連LV集團 LVMH集團 等等都感受到這種所謂 來自中國的韓風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這個所謂奢侈品 還有包括說像瑞士的鐘錶公司 那瑞士鐘錶公司 勞力士 這個百達菲利等等這些 這個他們過去可能都把這個中國 列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鎮 結果沒想到的 又是鐘錶 他們第一這個出口到 這個上個月出口到中國 下降了25% 四分之一的這個降幅 所以現在很多奢侈品牌 哪怕過去可能到亞洲來 我第一個開的點可能是在中國 但未來我可能不會在中國 我可能考慮頭像 包括說像印度 或者說往這個東南亞 譬如說像越南 或是說泰國 甚至菲律賓等等 所以他可能有不一樣的這個計畫 會出現了 好那你想說 這個大家買不起 這個所謂的奢侈品 但是問題是 還是很多人認為說 我雖然買不起 但是我也要奢侈品的樣子 哪怕是有那個樣子就好 就沒想到中國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山寨村 它是在河南的這個 桑坡村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很多都是名牌假貨 那或是A貨 那這個他 他目前會只在真品 譬如說真品要一萬塊的 譬如說像加拿大鵝 或是說像曼克勒的外套的話 反冒品 一千塊就有得找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想去那個地方 去買這個假貨 那也因為這樣的話 這個地方過去 其實經濟好的時候 人根本沒有什麼人 要買假的 我買真的就OK了 問題是現在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的話 你看人潮就已經比去年 多了三到五倍 那從這些蛛絲馬 其實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中國經濟真的是 嚴重的降級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觀察的指標 也真的蠻嚴峻的 年輕人 年輕人之前 從這個所謂的內捲 後來乾脆躺平 現在淡淡的 淡的跟空氣一樣幾乎不存在 他們之間有一種叫做淡學 什麼叫淡學呢 對淡學就是沒關係 什麼就是這樣子 輕輕的淡淡的這樣的感覺 為什麼呢 市長現在就是中國流行整個淡學文化 就以一旦應萬變 就是譬如說房東漲價沒關係 我就淡淡的 反正每天多睡一個小時 這樣的話我就更有CP值 另外如果公司降薪的話沒關係 我就延長我到廁所的時間 延長我午休的時間 這樣OK吧對不對 然後公司升級呢 不用急 一切都是憑緣分拿錢 也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你要降低你自己本身的期望值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經濟不好 如果過去中國好的時候 大家都是顯示出狼性 問題是你現在再有狼性你也沒有用 你也是攀不上 你也是爬不上去 你也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現在就只能降低期望值 來避免造成所謂情緒上面的傷害 那好 那但到什麼程度呢 最近有一個中國網友 發出一個超市的招工廣告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招收銀員 所以就我們台灣的所謂 這個所謂 算是收銀員這樣工作 照理說這個 台灣來說應該很 中高齡 中高齡比較多 但是他們說應徵者年齡必須18到30歲 大家想看傻 為什麼那麼年輕呢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可以找到這些人 這些人沒有工作 我們找這些都沒有問題嘛 結果不像這個文章 居然有1.4億人看 然後留言有大概4.1萬 也就是說大家都很有感 為什麼 大家想我30歲以上 難道就要被職場淘汰嗎 連這種大家過去認為說 可能比較低一階的工作 我都找不到對不對 然後網友就說 對啊我今年33 找工作已經三年的這個時間 所以從30找到現在 那以前是35歲以上很難找工作 現在變成是30歲 那過去 中國有所謂的35歲的這個魔咒的這個說法 但沒想到現在已經降到30歲 那為什麼降到30歲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你很難找到工作 增多粥少 還有一個我覺得好可怕的一個公告 這個是在爭老師 老師應該鐵飯碗比較有保障吧 對沒錯 我們都講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這個可能很多公務人員 在中國那邊來說 也不見得變成鐵飯碗 我們可以看到前一陣子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新聞的話 不是很多包括說老師 或者說什麼公務人員 或者說像很多公家機關的人 集體出來討薪嘛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也不見得真的是能夠 這個能夠完全的這個 變成金飯碗的這個 鐵飯碗的這個狀況 那尤其是最近發生一個事情 這是在河南魯山的這個 第二高中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他拼了一個教師 一個教師在說 你看 以中國目前的這個薪資來說 他居然只給出 1000塊人民幣一個月 那大家當然覺得不可能 老師的薪水啊 老師你也太低了吧 你乘以台幣的話 一個月才5000塊 你怎麼活得下去啊 結果沒想到這個 大家就打電話去罵這個高中 但是高中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也是按照這個 招聘都是按照流程 都按照正常的這個程序啊 絕對沒有寫錯啊 然後他最後有一句話 叫做 嫌低的話可以不要來啊 反正要來得很多啊 所以沒關係啊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連中國的這個教師 那你更不用講什麼醫生什麼 目前為止 整體的狀況是相當相當糟糕 全世界盯著看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美國商界大佬 爭取投資 但不管你來是不來 他同時就無影角了 比亞迪宣布要前往墨西哥設廠 這可老老實實嚇壞美國了 為什麼 我千方百計去堵你的廉價電動車 你居然跑到了我後院洗產地 要享受美加墨的免關稅 門都沒有 你看美國多怕 連125%的高關稅都喊出口了 就是要把你擋下來 絕對不能讓你進到美國境內 要不然 美國製造業豈不要團滅了嗎 等一下 今天傑明來告訴我們 先帶我們來看看 中國內部發生什麼事了 看完這段畫面 美國應該不會這麼害怕了吧 好我們應該這麼說一件事情 習近平在兩會的時候 直接告訴全世界 他要推展一個叫做 薪質生產力 擺明一件事情 就是拿美國現在最需要太陽能 歐洲最需要太陽能 當作劍把第一個 第二件事 全世界最會生產鋰電池的 就是中國 另外就是電動車 他把太陽能鋰電池跟電動車 稱之為中國經濟的新的 所謂生產力 而且大家都認知 其實這部分的角度 是習近平打算 把電動車來翻國運 我們知道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 已經讓中國國運變很糟糕 要堵那麼一把 看電動車能不能翻轉中國國運 能不能翻轉呢 事實上習近平 這麼不講則以 一講大家都注意到了 為什麼 他們有內憂萬壞 所謂內憂呢 事實上我們都要知道 也許這個 我們說上汽跟比亞里的車子 還算不錯 可是你知道其他車子 最近問題真的很嚴重 舉個例子 最近理想電動車 它就要展現它自動駕駛的能耐 特別安排假人 那個假人被撞飛了 而且你知道那個假人力道之大 整個車 整個假人是四分五裂啊 說好的要展現它理想 這個理想的自動駕駛 結果在大家場面上看到的事情是 竟然把假人撞了四分五裂喔 所以看起來習近平應該是覺得 也蠻腫的喔 但是我覺得最誇張的事情 應該是這個畫面 看到沒有有人倒在地上 事實上這次的這個撞擊事件 波及到比亞里汽車 海幹這個人被撞得有多慘 事實上五個人被撞 為什麼呢 這是這個來自於吉利汽車的吉克 在南京的展示場呢 其實這不真是禁止的 它是不可能被發動的 就莫名其妙這車子竟然被發動 而且油門竟然被踩動 直接往前衝喔 那其中也撞擊到一個小孩子喔 那據了解裡面是有個駕駛喔 那這個駕駛現在已經被關到小房子 可是它不能解釋的問題是 為什麼一個不能動的車子 它竟然可以在現場動喔 這也成為大家所關心的焦點 所以一開始你給我看到 這一連串的畫面 導播我們繼續看喔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在展場顯不該發生 卻也發生的這個意外 開場你講到了 習近平要用電動車賭國運 可是你剛剛看到那個落差的畫面 你覺得有的是熟米沒後悔嗎 但不管怎麼樣 針對習近平的這個電動車賭國運 葉倫注意到了 美國財長葉倫 他直接盯緊的這件事情 他說四月訪問中國 絕對當面跟習近平 要告訴他 其其以為不可 美中又要對撞了嗎 沒錯 葉倫他這次去 這個諸吉亞的時候 他特別講了一個言論 他說因為過去美國 曾經遭受到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來自於鋼鐵跟鋁業 為什麼遭受這麼大的打擊 是來自於中國 因為中國做了一件事情 中國當時在早期的五年計畫裡面 把鋼鐵鋁業認為是一個重要發展的項目 因此來各個城市都蓋了大鋼鐵廠 結果沒想到這大量承載完之後 鋼鐵量增壓太多 扭曲了中國的價值之後 開始外銷 這外銷第一個衝擊點就是美國 美國在90年代的時候 整個鋼鐵業幾乎全面崩裂 這股火也是燒到台灣 台灣事實上在2016年的時候 差一點台灣的鋼鐵業也是全滅 所以他說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容許 不能讓電動車未來 因為你產能過剩 造成全球的整個混亂 特別歐洲 美國都是深受其愛 所以葉倫就說了 我4月份要去跟北京施壓 對它提高的工業產能部分 不能造成全球的經濟的扭曲 那葉倫這個說法 其實背後是有底氣的 怎麼說呢 因為事實上 比亞迪已經殺到了美國 我們知道其實 美國對於中國汽車 早就已經可以相對高的關稅 而且重點是 你的中國車賣到了美國之後 沒有7000美金的優惠 對 但是說真的話 不要忘記你簽了一個合約 叫做加拿大 美國跟墨西哥的自由貿易 那如果你在墨西哥生產 等同在這個美國生產 可以最低關稅只有2.5% 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這車在墨西哥生產的話 你賣到美國 還可以享受7000塊美金的補貼 等於是拿美國納稅錢 萬一比亞迪真的去墨西哥生產的話 等於比亞迪在中國拿到可能的補貼之外 你老美的稅金也對它做補貼 難怪被外面的人形容說 這個叫繞遠路賺美金搶更快 更有好事之圖 他們這麼形容說 搞這一套美國你要怎麼擋呢 他繞到了墨西哥 他Made in墨西哥喔 然後洗了個產地進來 免稅耶 因為這個擔憂是真實的 因為我們看到今年1月份喔 突然之間根據貨櫃人的調查 太可怕了 中國對墨西哥的這個貨櫃人的數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 那我們回歸到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對於墨西哥的這個貨櫃人 只有3.5個百分點 但墨西哥經濟好嗎 好到可以增加到60%嗎 答案不是 很明顯的這裡面是 做了所謂的汽車零組件 要準備去墨西哥來瓶裝 那這件事情當然已經驚動了 就是這個美國的這個製造業 所以美國製造業聯盟說一句話說 如果中國汽車一旦進到美國市場的話 他告訴你一個答案 就是美國的汽車業叫做集體負面 好 所以這個情況下我們都要知道 目前為止中國電動車賣到美國 必須要繳27.5的這個關稅 但是如果他在墨西哥生產的話 只要是2.5%的這個關稅 如果是屬於美貿加協議的話 是免關稅 這件事情其實拜登現在 因為有議員跟他說 現在我們先針對這部分 來先調高關稅 不管他有沒有在墨西哥生產 先是25% 但你知道這25%讓川普非常生氣 川普之前說 因為這個已經造成了 這個美國製造業的怨氣嘛 川普之前是說 只要中國敢在美國的南方社工廠 我不管他進口 還是這個在當地生產 我先科50% 但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已經引起製造業的生氣的時候 川普是生意人啊 不是50%了 再加碼 加碼到一倍 結果你知道共和黨的參議員 為了讓川普當選 不是一倍 對 是要到125%到140% 當然這個氣氛看起來 如果真的川普當選的話 確實是不是對於中國汽車 也就是習近平的夢想 電動車讓中國賭國運 可能在美國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所以你去想這個情境為什麼 今天比亞迪這個電動車業的霸主 我先帶頭衝關 衝得過這一關 後面多的是車廠 反正中國大陸裡面已經都是 製造生產已經遠遠超過需要 功過於求 我就往墨西哥去 反正美國對我來講是處女帝 好 這件事情 絕對是美國盯著看 為什麼 前面歐洲已經血淋淋讓你看了 短短幾年 一個回神黃糧一夢 哇 中國電動車已經進來 攻城略地佔我20%的份額了 對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墨西哥的事情 其實比亞迪是有經驗的 因為比亞迪在匈牙裡已經設工廠了 會不會複製的經驗到美國成為大家關心焦點 但現實面部分就是透過海運進到這個歐洲的市場 據瞭解現在在2023年的市占率 就是Made in China 包括比亞迪上汽跟這個我們說的特斯拉上海廠 已經站在歐洲 歐洲是汽車大一大廠 既然已經將近19.5%的市占率 已經被中國拿下來了 按照這個速度發展 2024年很可能會到25.3個百分點 意思你在歐洲每看到四部新賣的車子 其中一部就是Made in China 好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大家好奇 中國的汽車突然在這兩年 在歐洲攻城略地呢 其實不用多說什麼 就是一句話 中國的車子比歐洲的車子便宜最高到28個百分點 而你歐洲沒有覺悟這個事情 竟然只給他輕輕地課了10個百分點的關稅 對他來說沒差 我比你便宜28% 你調光我10個百分點 我還是比你們製造的同級車 我便宜了18個百分點 這就是剛剛葉倫心裡面最大的擔心 他四月份去北京訪問 他要去跟習近平反映的 就這件事情 你不能老透過補貼 然後對外傾銷造成別人完全抵擋不住 我們要說一句話 其實歐洲是製造車子的高手 所以他把這個車子結構來計算之後 絕對算出來 絕對你不可能便宜我28個百分點 你再怎麼壓縮你的成本 因為我們知道汽車 你再怎麼樣都有固定成本 你再怎麼壓縮也不可能壓縮到28個百分點 那就靠補貼 對他們就說 所以歐盟支委會認為說 他們有足夠證據 中國輸往歐盟的電動車 是由北京的專案補助 好 那這個情況下 事實也證明一件事 他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而且動作是一連串的 這件事情 從3月往回推 過去4個月的時間 所有的車子都必須登陸 就是說你的汽車登陸 我要有一個檔案 你們實際有賣了我幾部車子 這是到今年4月要做的 在7月之後 他就要設置所謂的 就是我們說對於中國補貼的 一個實際調查 在4月的時候 再次過這11月 如果證實確定的話 跑不掉 你不要以為車子賣到中國 就沒事了 關稅不是10%而已了 對 它會調更高的關稅 而且裡面還有所謂 懲罰性的關稅 我們知道懲罰性的關稅 通常都是4 50%起跳的 所以叫中國要小心 國不其然 這個效益出來的時候 莫名其妙了 中國的汽車在去年1月到 在今年1月到去年10月 成長14個百分點 但是最近情況下 他車輛真的有在減少了 大家都 我相信 默默的就縮回去 對 因為他就登記下來 是有案可考的 好了 那在這個情況 而且你知道這個數字 降了有多少嗎 我們知道去年的10月到今年1月 是增長14個百分點 但從2月到3月 他公布這個消息完之後 整個出口一口氣大幅減少 將近20個百分點 所以中國習近平在兩會裡面 提到賭電動車賭國運 你一講之後 歐美國家都知道 你賭國運一定是有 所謂的補貼嘛 所以看起來這個賭國運 在2024年會不會翻船 翻車 我們拭目以待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 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 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我也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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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在家裡 見到今天 我們會不會 還有更多朋友 我們會不會 也會不會 敲修 我們會不會